又有一段时间没给大家分享这个 双藤子的生长情况 上次的视频呢 就有很多大哥说 这个双藤子应该算是已经成活了 但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因为这个双藤子呢 说实话 我种的也比较少 算不算成活 这个我也不好说 不过你说如果是这个 有没有新根呢 像这几颗这个情况 应该都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新根了 又近里上次拍分享给大家呢 也过了一段时间了 总体它这个展示这方面呢 没有什么特别 唯一的有一点不同 就是这些枝啊 全部给我打顶了 因为 上次我刷到有一个老师傅的视频 他们说这个太长的枝要打顶 然后供营养给它发这个新芽新枝 这样会更容易长根 所以我就把这些打顶了 所以我就把这些打顶了 其他还是基本是老样子吧 这一颗呢发现有一条这个 灰牙的 其他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这边也有一点灰牙的 灰了一段 干了一段 中体没什么大问题 这一颗呢 也有一点灰牙 这一颗也有一点灰牙 这边这条枝呢 没发芽 没有芽 这个都已经烂了 这边这条估计也差不多了 不搞它了 搞松了 就完蛋了 现在等等嘛 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大家自己看一下 这第一颗 第二颗 第二颗总体长得还是不是那么好 因为它这个杆比较小 这颗呢长得稍微好一点 最后这颗长得也不错 这个叶子比较弱 这四颗就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 也不会有点灰色 这四颗 来说 这四颗 这个东西 这四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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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这四颗 这四颗 这四颗